你敢相信吗 自然界中竟然有着能够连续交配上千次的物种 对于自然界中的生物来说 为了将种群延续下去 交配繁衍都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 不过大部分物种在进行交配的时候 都会尽可能地保证自己的安全 然而有一种生物却完全不同 它们一旦进入发情期 就会持续交配一个月的时间 它们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众所周知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 其中生存着很多有带类哺乳动物 而带幼症是其中的一种 这类动物的体型并不算大 并且长相与老鼠十分相似 与其他有带类动物相同的是 它们的脾气十分温和 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出现打斗的现象 然而让人们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样一种看上去温和无害的生物 进入发情期后性情却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实际上 当雄性带幼进入发情期后 它们体内会分泌出大量的雄性激素 并且高氨酮水平会迅速上升 受到激素影响之后 雄性带幼的性情会发生180度的改变 不仅攻击性会大大加强 交配的时候也会变得十分暴躁 每年的6到8月份 就是带幼发情的时间段 在这段时间里 很多雌性带幼都无法承受雄性暴力的对待 从而导致死亡率大大升高 雄性带幼为何会如此疯狂地进行交配 难道它们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人们在持续的观察中发现 雄性带幼一旦开始交配 那么就很难停止下来 甚至交配时间可以长达一个月 每天的交配时间加起来 甚至超过了14个小时 而且在这段时间里 雄性带幼一直处于不吃不喝的状态下 对于它们来说只有交配才是正经事 那么造成它们如此疯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专家们对带幼的研究 发现雌性和雄性的寿命并不相同 一般情况下 雄性只能存活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它们如果没有把握好这一年的时间 就再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 也正是因为这样 带幼进入发情期后 才会将交配作为头等大事 哪怕已经有雌性成功受孕 它们也不会轻易结束 而是换一只继续进行交配 既然如此 那么如此疯狂的交配行为 是否会对雄性带幼造成负面影响呢 实际上 发情期的结束就意味着 带幼的寿命也即将到达终点 由于交配的这段时间里 雄性带幼身体内的激素旺盛 让它们分不出时间进食 所以当发情期结束 它们就会瞬间变得筋疲力竞 并且身体上的皮肤会逐渐溃烂 交配结束后 就只能找一个角落静静等死 所以它们的这种极端行为 可以称得上是用生命来繁衍后代 既然雄性带幼的交配行为如此极端 那么雌性又会承受怎样的后果吗 由于处在发情期的雄性带幼 是完全丧失了理智的 所以它们认为求偶只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行为 因此在这段时期内 雄性根本不会考虑雌性的感受 甚至对方的反抗 还会遭到雄性更加粗鲁的对待 也正是因为这样 很多雌性带幼无法承受交配的痛苦 从而死在交配的过程中 那么当它们成功熬过了这段痛苦的日子 又是否能够减少痛苦呢 当发情期结束后 雌性虽然不会死亡 但它们却要独自度过孕期 不过要知道的是 当它们生下幼崽之后 身体会变得十分虚弱 甚至死亡率也会大大提高 所以每年到了带幼的繁殖期 它们的数量也不会有大幅度的增长 既然如此 那么带幼如此极端的交配方式 是否会影响种群的发展呢 实际上 带幼的这种行为并不难理解 对于雄性来说 只要自己的基因得以延续 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了 并且它们的寿命只有一年 就算没有疯狂交配 等待它们的也只有死亡 再加上它们死后能够将食物留给幼崽 能够让幼崽更好地生存下去 尽管这种极端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种群数量的增长 但却不会造成生存危机 到目前为止 带幼的数量并不算多 很大一部分原因 其实是受到了人类行为的影响 只要人们不再去刻意伤害它们 带幼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屈朴文新增稿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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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